由于有些人的意志不坚强 感到了战争的艰苦 选择了投降 等几番战争打响之后 我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这时候这些叛徒 又会后悔当初的意志不坚强 选出了方向 等革命战争胜利之后 他们有可能把这个藏的都毁清了 举这个例子 就想说明一点 在现实生活当中 养油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在养油业当中 确实尝到了甜点 挣的是盆满钵满 而有些人 确实通过养油 培管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也有一部分人 始终在那抱怨 说风凉话 既想吃又怕烫 一直都是局外人 通过这次牛行的吊架 在养油业当中 暴露出了四种人 第一种人 确实是养了大半辈子牛 无论这个牛行好与坏 他们都在坚持 这些年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走上了支付的道路 而且收入一直都比较稳定 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不用每年 撇下水夜的东门西走 去给别人打工 这第二种养油人 就是在最近这几年 才开始发展养油的 他们经过自己亲身的努力 从养油小白 发展成为了 现如今的养油能手 牛群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 当初这些人养牛 就是有着长远的打算 奔着自繁自养 利用几年的时间 通过母牛下母牛 使自己的牛群逐渐的壮大 实现自己最终的养牛复苑 所以这部分人 无论是牛航的长远度 对他们的影响 都不会太大 这第三种养牛人 就是在当初养牛的时候 可能就是该风进来的 准备进来就能够捞一把 梦想的一夜暴富 认为这个养牛业当中 自有黄金屋 养牛业当中自有严有玉 硕物就认为 只要把牛买回来 就能松直 开车买回来 到年底就等着数钱吧 结果是事与愿违 今年一进入秋天 这牛航就开始下滑 一头牛有的 可能要掉个两三千 这牛航没涨 反而掉了 再加上当初花高价 买一牛 品种质量还不行 刚开始饲养经验也没有 讲究后期涨势也不容易 找来那行人给做个股价吧 算来算去 连当初买牛的本年的都没挣出来 看来咱是真吃不了这碗饭啊 长痛还不如短痛 抓紧时间就给它卖了得了 只要能卖出去 赔多少也都认了 从此就跟这个养牛画上了句号 早早就被这个养牛业给淘汰了 这第四种人呢 就是始终有着养牛的梦想 有的呢 甚至这牛圈都盖好了 正准备这个年底就开始进牛 听说这一头牛 掉了两三千的 心里就开始动摇了 心想啊 是不是这个牛航还得继续掉下去 想进牛也别着急了 再等等吧 就这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当初的养牛热情啊 可能就是 逐渐的就是被淡化了 当然啊 还有很多种人 在这里咱们就不一介绍了 这次牛航的掉价 可以说是幅度并不算大 只不过是人们都习惯了 这牛价里涨涨涨 对于这个牛航的正常理性的回归 反而不能接受了 假设这个牛航啊 再这么一直的涨下去 而不掉价 肥皂泡啊 会越来越大 到最后的结局 会怎么样 咱们是各项的指标 从这个猪行看牛行 养牛人还有啥 这个不知足的啊 从这个非洲猪温开始 猪行都是 经历了这个多次的大起大落 猪游从这个30块钱一斤的 降到了这个67块钱一斤 这个养猪户们呢 这个就像那个锅 做锅穿折一样啊 被弄的就是神魂颠倒 苦不堪言 你看这几年的牛耳啊 一直处于这个稳重有声 发展态势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只不过是今年的没涨 反而那下滑了 但是呢没心自问的 咱们那些老养子户 又有几个没挣到钱 只不过是今年的少挣点而已 养母牛的就更不用说了 只要把这品种形好 把牛养好了 对于今天的银行掉点 和饲料涨点 那都不算啥事 对于那些养育牛的来说 只要出来那育牛的价格稳定 虽然这个饲料的价格是上涨了 但以后也不可能涨太多 而这个架子供牛的价格呢 一头牛掉了2000左右 直接获利的 就是咱们育肥牛的养的货 东西是越贵越有人买 越便宜 而又不敢买的 这就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 说不清道不明 对于今后的养育业来说 通过这个牛家的向黄和饲料的上涨 一部分那个梦想 一夜包括的 和这个腊鱼充数的养育人 可能就在这辆的浪潮当中 被淘汰出几段 剩下的才是养育业的精英 才是养育业的中流敌对 笑到最后 才是笑得最好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吴哥的乐体 记得请不吴 谢谢大家 好